去无名 破三毒 尽心全修 四 末法时期的病菌在公共场所传播着 社会上有病菌 人的内心里也有病菌 社会上的病菌总有一天会治愈 而人心的病菌却无法治愈 犹如佛陀所说的人心的三毒 却因为没有智慧 无药可救 所以 无药可救的心灵是最痛苦的 没有佛光普照 人类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只有佛光普照 才能照亮你的前途和光明 找不到光明的人 总是在黑暗中前进 还不如用佛光照亮心灵 看到光明 人一定要活得有意义 活得要重如泰山 不要像自私的小动物一样死去 轻如红毛 想想自己一生给人间留下了什么 一辈子除了贪 什么都没有留下 人的面子 看不见摸不着 只是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伤害 讲假话 做假事 现代人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欺骗 就像现在人 明知自己染上了病菌 坐电梯 也不戴口罩 再传染给别人 让别人防不胜防 病菌相互传染 人的私心也相互传染 每个人都贪 每个人都为自己 这样的社会气场 一直延续 这样下去 怎么会有好的气场 大家都在相互设防的交往中生存 每个人活得都很累 在不太好的气场中 怎么会不相互传染 一个人活在好的空气中 纯洁干净的空气中 才能正常呼吸 没有纯净的空气 气场 怎么会有好的呼吸 人人为己的空气 会好吗 人人为自己 自私心抱盆的人心 让年轻人一开口就说 这件事让我崩溃了 那件事让我崩溃了 只会活着 给人 给己 带来伤害 没有正能量 让人的心灵 都在黑暗中摸索 自私的人 就活在黑暗中 为别人的人 就活在光明中 人生皆由 自心造 破除我像 断烦恼 众生共业 染心灵 佛光普照 破无明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